國民黨既然這已經有兩波 而且都是這麼大一個平面媒體 一個是友台電子媒體 這個都一次指向說 現在全國名氣最高 知識度最高就韓國瑜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乾脆 不要遮遮掩掩了 不要說以後打敗了怪兵器不好 你就把最強的 現在韓國瑜 就像國民黨的倚天劍 倚天一出 誰與爭鋒 那你就把最強的倚天劍拿出來 這才對 我再一次講 不要以後打輸了怪兵器不好 士堅哥 這樣你算他的手錶 以後就變成總統錶了 我不會以私害功 第二點 我是非常同意 剛剛立文講的 我先前也一直這麼說 就是說民調只是個參考 尤其這麼多的民調 你看這兩波的民調 都有三分之一的民眾沒有表態 而且離總統大選還有11個月 民意還是會轉變的 民調裡面說 韓國瑜北部比較高 這些等等 其實我覺得南韓比較可愛 北韓就是滿可怕的 如果真的是北韓 那這是太可怕 這個 這很冷 聽得懂嗎 他們會聽懂 我想一下才懂 就是說因為現在 韓國瑜心裡面已經有一點飄飄然 是說真的 所以我才會說 既然是這樣 韓國瑜如果自己有一點心意 那只是在等大家把這個台階 把這個轎子抬過去 國民黨自己趕快去想辦法 你們怎樣破除你們裡面 這四大天王的屏障 因為這四大天王一定敵死不從 但是現在這個民意就是這麼樣了 形勢比人強 我認為要不然你看 現在任何一個民調下來 柯文哲這麼強大 柯文哲未來的趨勢 又是往藍的那邊邁進 所以我就是認為 四四六六大家講清楚 而且韓國瑜在我看 他統獨的主張 跟我們民進黨180度截然對立 剛好一藍一綠一顆 就是一桶一毒一瞎 柯文哲那麼瞎 大家讓我們台灣人民 來做一個 對我們國家定位 台灣前途的一個總檢討 總選擇 就位場不好 大家四四六六論清楚 才不會以後 選完了以後又卡成好位 那個就不好 各位議員 你怎麼看待在這個地區的 民調數字上面 在北北基的部分 柯文哲是輸給了韓國瑜 是像剛剛的立文提到的 很簡單就是北藍 南綠 只是這樣一個板塊的分析嗎 還是說台北人真的什麼 對現在對市政無感 羨慕高雄市政 台北人真的看清 北的真面目嗎 沒錯 請問 其實我比較傾向說後段的 就是說柯文哲的荒腔走板 一事無成 其實慢慢的被市民看破手腳 因為我們台北市民 包括新北市民 每天在我們台北出入 這麼多民眾 他每天這樣出入這樣看 你交通庸塞 你沒有一樣解決了 從幼教到社會住宅 柯文哲說得多 做得少 而且在做的 都是歷任前朝留下來的 就像交通建設好了 你看現在來我們內湖 交通這麼糟糕 柯文哲本來四年半前 柯文哲承諾是說 他兩年內要改善內湖的交通 結果兩年過去 兩個兩年過去了 東湖交通 內湖交通 不但沒有變更好 而且變更糟 柯文哲自己還怎麼講 還說內湖的交通沒救了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市民怎麼可能會 忍受這樣子的 這對市民來講 不但是交通權益受損 而且我們覺得 以前對你的信任 支持那個感情 是嚴重受到傷害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看清楚真面目 所以這也是我 提醒韓國瑜的地方 你要 你要選總統OK 但是你趕快利用 現在還有幾個月 短暫的高雄市長任期 趕快把高雄市政做好 這樣你參選的正當性 才會更高 其他你要參選出來的細節 就留待名嘴們 因為現在我們這些名嘴 像陳輝文 我就說這個不只是King maker 不只是造王者 像陳輝文這樣的名嘴是 God maker造神者 其他要出來的障礙 那麼陳輝文們會幫他 一一排解這樣 是這樣嗎 陳輝文 事件兄這麼的抬舉 當然是娛樂成分比較多 謝謝事件兄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的這個邏輯 從這個民調來看 因為昨天千惠 你代辦也是民調 藍軍唯一能夠擊敗 柯文哲的只有韓國瑜 所以藍軍要集中選票 柯文哲不是藍的 不要被騙了 柯文哲的惡行惡狀 問事件兄最清楚了 我再補算 藍綠 剛講藍軍 藍綠唯一能夠擊敗柯文哲的 也只有韓國瑜 所以如果蔡總統的選情 不見起色 我真的要跟事件兄 良心的呼籲 你要眼睜睜的看 柯文哲當總統 還是讓韓國瑜當總統 如果只能二選一的話 你現在問他 我認為蔡英文會贏 蔡英文不會贏 你放心 如果柯跟海 一定二選一的話 我希望事件兄 能夠棄案投名 這個蘋果跟友台的民調 各種排列組合 韓國瑜都是完勝 而且是熱勝 這個我來跟大家做研判 古今中外 我從來沒有聽過 民調第一名不選的 我沒聽過 我第一名我白選 這個很好笑 然後我的研判 韓國瑜的民調會持續的領先 因為這兩個媒體 做的民調說 下個禮拜陸續的民調會出來 而且還有機會緩步的上升 我來回應這個前天 我們call in的鳳山的邢太太 這個土包子待會兒我們會談 感謝蔡團隊罵土包子 我們才有機會 把土包子送進總統府 邢太太的觀念非常的正確 我幫你按讚 邢太太的五票 都說要投給韓國瑜 我們看這個奇經的萬先生 那時候主持人問他 韓國瑜兩個月滿意 最滿意什麼 我就很滿意 那萬先生的回答 送夠有力 我非常的喜歡 我們看萬先生的這個回答 他說韓國瑜不是國民黨的 韓國瑜是高雄市的 這個我同意 他現在是高雄市 萬先生你說的邏輯是健康的 然後主持人問他 你是不是支持韓國瑜選動 他說我會很不甘 我會很不捨 但是整體上我會支持 這個標記萬先生 他是以大局為重 他不是看高雄 他是看全台灣 我非常的欽佩 我最後講一下這個周小姐 林亞周小姐說 短短兩個月高雄改變很多 高雄這兩個月有沒有變 高雄的兄弟兄 臨上情臭 我們來看這個周小姐 他說很多人問問韓國瑜選總統 身為高雄市民 我的心裡覺得很糾結 他在講很糾結的時候 我在我家監看 其實我也很糾結 但是周小姐他講什麼 他說等了好幾十年 好不容易有一個好市長 我這個謝長廷跟陳曲 要好好想一想 我們等很久 好不容易高雄一個好市長 可是我的結論 我要跟周小姐報告 跟我們親愛國鄉親 我們等幾十年 好不容易 可能有一個好的總統 所以雖然現在明天看 有一個部分的朋友說 你韓國瑜現在去選總統 會不會太快 但是我希望高雄市民的朋友 我們的鄉親是不是 你要稍微調整一下 因為我跟韓國瑜一講 產業經濟才是高雄 將來的重重之重 這韓市長講的 產業經濟相對的 就是庶民經濟 我們也很知道說 這也韓國瑜講的 他說身為市長非常清楚 要大魚大肉的話 重點還是在產業 所以我告訴你 我相信大千兄 立文學妹 還有賴教授 他們都很清楚 其實縣市長他們是有局限的 你如果真的要做產業升級 高雄脫胎換國的話 在高雄市長的權責裡面 是做不到的